海巡人员从船上搜出大批毒品 一包一包搬下船 这是发生在2019年的一起重大跨国毒品走私案 当时警方追查多时 终于破获市值10亿元 重达两公顿的毒品 破案了大家都很开心 只是五年后的现在 当初协助破案的卧底县民 却出面痛批检警 用完就丢将他出卖 不仅否认他县民身份 害他被判刑 也让他卧底身份曝光 更遭到贩毒集团开枪恐吓 如今他两面不是人 整天活在恐惧当中 原来当年这名县人得知消息 台东分局宜兰分住所所长李哲明 一位急欠上千万元债务 打算跟贩毒集团合作 从柬埔寨走私大量毒品 从蓝宇上岸 可之后台东县警察局 就把后续的侦办权限 移交给台东分局 不让原本的关山分局参与 甚至还以共犯身份 逮捕这名县人 检方否认他是县民 将他起诉判刑定验 如今他向监察院陈勤 经过调查后 确认他是被冤枉 将调查报告交给法务部 再透过花莲高分检 协助提起再审 这个香烟案件 没有犯罪嫌疑人 当时出面说明案情的 李姓所长 人却在隔天离奇失踪 怎么样都找不到 就这样连续过了一个多月 才将人找到 回内刑的期间 有多名债权人到 办公室吹讨债务 所以研判 他可能是因为债务的问题 所以有离家未归 原来这名李姓所长 沉迷奇货以股票 越玩越凶 更疑似向地下钱庄借贷 才会被滚水酬般的利息 压得喘不过气 因此出现财务问题 欠下千万债务 最终在屏东恒春的藏身处 被过去同袍逮捕到案 这回明明现人有功 才将案子侦破 却被污蔑 被抢功 甚至连基本的保护都没有 如今只希望法官再选 可以还他一个清白 东城新闻台东报道